好 我們繼續開會進行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第一位請林維州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蔡副院長 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 我們在座的各位委員 那關於這一次考試院委員的提名 要在本院行使同意權 本席在這裡表達一些看法 首先 我們應該要探討說到底 考試院 監察院 有沒有必要 繼續維持 他是一個憲政機關院籍的單位 這樣的一件事情 當然這個是牽涉到修憲的問題 憲政改革修憲的內行 我最近我的感受 就是修憲 對中華民國台灣現在來講 是一件非常艱鉅 而且困難的事情 但是 最近我們有看到一些契機 所以 各黨 是不是要 好好的把握 這樣的一個契機 大家都知道 修憲 現在是由立法院 發動 然後 要由立法委員 這個四分之一的人數 提出 然後 經過四分之三委員的出席 出席之後 還要四分之三委員的同意 才能夠成案 成案之後 還要在半年之後 經過公民覆決 其公民覆決的門檻 也是超高 跟一般現在的公投法 的門檻是不一樣的 它是要所有公民術 全體公民術的一半以上 以上 表示 同意 該修憲案才 成立 那這個門檻是 在立法院的門檻也是超高 在 公民覆決的門檻也是非常的 難以達成 那就以立法院來講 以現在的立法院的生態 那等於是說 要國民兩黨 那甚至還要其他的政黨 一起合作 才有可能達到修憲的目的 那所以這個牽涉到這個考試院 跟監察院 的這一部分 我們認為 最少本席認為 現在是一個契機 目前各黨都有提出修憲關於廢考間的版本 本黨 也預計在禮拜四召開記者會 然後提出廢考間的版本 所以我剛剛講說這是一個契機 老實講 以往 國民黨 主要站在反對的立場 那因為有所謂 國父 移教 武權憲法 這樣子的 一個 宗旨 在國民黨黨綱裡面 的前言裡面說 這個 以武權憲法 為宗旨 這樣子的一個 黨綱規定 所以以往 只要有一個主要政黨 反對 修憲 那所有的修憲議題 都不會通過 因為它的門檻是這麼的高 最近我們看到 修憲 露出一道曙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修憲時刻 我想 自從 修憲的權利 發起的權利 回到立法院 之後 這是一個我們 從來沒看過的一個 契機 那不只是廢考間 如果這個契機產生了 我們還有可能 對於其他修憲議題 就 可以抱以期許 所以不只是廢考間 將來可能還有我們國家 這個 內閣制總統制的討論 或是隔魁同意權 的討論 甚至 是針對總統全責相符的 憲政規定的討論 這一些其他的議題 可能就 會隨著這一次的 修憲契機的展現 有機會 來做一個 百年 制度 建立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 各黨 要好好的把握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是第三任的 能夠 在這個 moment 就是這個契機 然後有機會可能可以推動修憲 的成功 是感到非常的振奮 那回到我們這個 考間這一部分 執政黨在過去 幾十年來 一直都支持 要廢考間 那廢考間的意義不在於說 只是把一個機關廢除 而是 讓它能夠 成為一個 比較均衡的 憲政架構 廢考間 並不表示 監察院的職權不見了 也更不表示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 考試院的職權不見了 我們都知道 考試院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針對 公務人員的考試 訓練 權序 這幾方面的業務 那其他國家也有很多體力 可作為參考 這樣子的相當事務性的 老實講 比起監察院來講 考試院的業務是 相對事務性 甚至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國考 都可以委外辦理 考試委外辦理也行之多年了 然後辦理的成果 也都不錯 我的意思就是說 考試院的這麼多的業務 如果有專責的機構 但是不一定要憲政機關 而是由行政院 底下成立相關的機構 甚至跟人事總處 做一些業務的分配合併 然後由專業的人士 來辦理這些考試院現有的業務 那當然包括 現在已經行之多年的委外的業務 委外辦理 這些事情 如果能這樣子朝著這個方向來做 而不需要一個憲政機關 來辦理這樣子的事務性的工作 這個我本席是支持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考試委員 以及監察委員的人事的行使同意權 國民黨這邊 事實上是會表達反對的立場 我們覺得一次的行使同意權 不管對任何政黨 它的意義 絕對遠低於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顯現的修憲時機的展現 這樣的意義 如果我們認為修憲時機的閃現 對我們國家長久穩定 發展是更重要的 我們實在不需要斤斤計較於 說現在 一定要提好提滿這些考試委員 或是監察委員 我們還有很多的處理的方式 比如說 像動審 當時的處理方式 讓他動在那裡 然後把他的業務做分派 另外我們還有像 國民大會當時所謂任務型國代 也可能有任務型監委跟市委 來處理這一屆的人事同意權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接著請范雲委員 好 副院長好 在座的學者專家 還有我們的立法會委員同裁 我是范雲 那我想今天的時間有十分鐘的時間 我前面很想要很快的回應 因為我們今天是公聽會 我們所講的事情都會留在紀錄 那就其他國家來講的話 他其實會是一個很有權威性的 國會的出版 可是剛剛就是有一位 國民黨推薦的委員 對人選上的意見 我非常的不同意 那剛剛有位委員提到 他說黃鴻村委員 曾經在 就是他的自傳裡面有人權的紀錄 所以他認為他不適合擔任考試 他不適合擔任考試院的委員 那我看了這個人權紀錄 是1991年 他曾經在台大校務會提案均警不得進入校園 1993年有協助處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辦理的研討會 1995年就處理台大四六事件 那他要展現的是體現公平正義 我想考試委員除了合格之外 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 考試制度能否公平正義 所以我對剛剛這位對黃鴻村委員 不適合擔任考試委員的人權的經驗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顯然我們對考試委員有很不同的看法 那這位委員剛剛還提到 另外一位委員 就是何宜成政大的財政系的系主任 說他有二十篇期刊論文 只有一篇是單一作者 所以不符合考試院組織法的人士的資格 就是有特殊的貢獻 那我想我自己也是學術界出發 他這二十篇期刊論文 符合我們學術界的高標 就是SSCI 中文跟英文的 跟TSSCI 而且他非常多是通訊作者跟第一作者 而我是社會學背景 那剛剛那位質疑的學者專家 本身是政治學背景 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讀過這二十篇 讀得懂嗎 你怎麼知道他沒有特殊的學術貢獻 所以我對於就是國民黨推薦這樣的一個學者專家 以我的標準來看就是說 似乎評議過於任意性 覺得不符合我對學者專家期待 覺得很遺憾 那再來我想講的是 關於我對考試院的期待 那我想就是考試院的職長 我們剛剛都有講到 他基本上是在主管國家公務員的考試 權序政策及文官人士 那我們在所謂的武權憲法上 事實上是一個很特殊的體制 世界多數的民主國家都是三權分立 那我們主要來看就是說 現代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 有很大一部分依賴就是 它的文官體制是不是有能力 能夠執行政府的施政 所以呢我想我們長期讓就是說 考試訓練任用教育的這個項目 分屬於行政院跟考試院這兩個單位 事實上就是說 並沒有一個讓行政機關 無法依照自己的需求制定考試標準 讓國家用人難以釋財釋索 那我基本上支持 能夠把人事考選任用統一回歸行政權 才能夠符合現代就是民主的政治體制 因為國家能力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是我們也知道這涉及到修憲 也涉及到就是說 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 那在這個體制更改之前 我還是希望考試委員能夠進行就是我們 對他的現代民主國家的期待 那我國因為已經簽署了好幾個人權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兒童權力公約 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在不同的政黨擔任總統的時候所簽署的 那我希望未來的考試制度 能夠把這些人權考題 納入對公務員體系的一個基本素養 為什麼 因為公務員的體系每一位公務員都掌握政府權力 他的濫權比我們一般小老百姓不懂人權問題 問題會更大 所以我希望未來的考題 除了剛剛所講到的生物心理各方面領域之外 應該要納入更多人權相關題目 才能夠選拔出尊重人權不會濫權的公務人員 那最後我想提一個跟性別評論有關的 那在2000年之後我們的考試院 開始有一波考試院內部的性別平等的改革 因為在這個改革之前 我們的國家公務員裡面有男女分訂 錄取名額不管是外交國安情報 都以工作作業環境複雜 時間不正常需要消耗較多體力 然後規定了女性的名額甚至沒有女性名額 那很幸運的在2000年之後陸續有改革 那在2003年考試院公佈了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可是因為2003年距離現在2020年已經17年了 這17年間我剛講到的 我們也簽署了很多新的公約 我希望未來的考試委員能夠有一個新的版本的 就是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舉例而言 以我們所了解的警銷 如果各位有看到我所提供的統計數字 那在這個改革之後 我們的女性的比例是增加了 目前在警察的部分有11.52 那但是我們聽到的基層的抱怨是 因為當時在警察人員體能測驗的時候 針對不同性別有不同的標準 舉例來講 警察考試有男性考力定跳遠 要跳到190公分 女性力定跳遠跳到130公分就好 跑走的時候男性1600公尺要494秒以內 女性800公尺以280秒以內 以我是台大田徑隊出身 覺得這個考試沒有很難 可是因為男女的標準差異太大 造成低線的據說警察 很多人被認為就是說 有些女警她是說 執行能力有差 造成實務、勤務工作分配之困難 那我想考察其他的國家 在招募警察的時候 基於專業與安全考量 體能測驗和及格標準 其實並沒有性別差異 因為原來是不讓女生當警銷 可是你其實可以讓她來 所以標準上應該沒有性別差異 而是設計一套 包含跨越、攀爬、脫困、追跑、急救等體能測驗 限定所有的受撤者均要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 譬如說美國的工作標準測試 JST 英國的工作關聯性體能測驗 JRFT 加拿大警察體能測驗 POPAT 都是針對所有的性別一樣的考試 因為以警銷工作為例 他的性質特殊 具有高度的風險 警銷執行所需要的體能 和可能面臨的危險 並不會因為他的性別 而有變動 所以我們應該保障就是 他的工作上的生存權 跟被他所協助 就是保護的對象的生存權為優先 因此我認為以警銷為例 警銷等風險性工作的考試評估 應該以生存權為優先考量 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經驗 不要因為性別不同做 差異的考試制度 那我也主張就是 考試院92年公佈的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應該要與時俱進了 整體檢視評估加以修正 嚴擬新版本 原因包括我們民國96年簽署C豆公約 一百年簽佈C豆施行法的國內法 一百零八年我們通過婚姻平權等 加上近年性別人權議題越加受到重視 應該適時納入包含跨性別等 性少數參與國家考試的相關平等的政策及措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方雲委員 接著請王婉鈺委員 各位委員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 今天代表時代力量在這邊來表達我們對考試院的看法 時代力量的立場一直都是希望能夠廢除考間兩院 改為三權分立 在這條路上我們雖然還沒有達成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都非常的努力往這個方向邁進 所以在2016的時候 其實時代力量黨團就提出了考試院組織法的修正草案 在草案中我們針對考試院組織法的第三條到第五條提出了修正 這裡面包含了考試委員的人數的下降 然後以及考試委員及正副院長的任期的縮減 然後同黨籍的考試委員不得超過三不得超過委員總額的二分之一 以避免酬用的情況 考試委員的資格也有所限制 然後並且刪除現行小文的第五條對於考試院長副院長 以及考試委員的任期出缺的選任的方式的規定等等 那我們也很高興在2016的時候能夠通過考試委員組織法的修正案當中 其中當初討論我們討論的訴求以及提出的訴求有被納入 初步的完成了這個機關編制的裁檢 但我們仍要重申的是 時代力量的立場一直都是廢除考監兩院 將考監的業務回歸行政立法司法的部門 除了精簡人士節省預算之外 也希望能夠讓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能夠完整的承擔 承擔各種權責以及各種各權的責任 這也是三月的時候我們婉拒了提名考試委員的原因 但是考監廢除的這條路上其實還有一些流程必須要完成 然後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所以我們仍然必須要說在尚未廢除考試兩院之前 現行的考試院仍然有許多改革的任務必須要來討論也應該要完成 舉例來說這個程序部作為公務人員的權益的主管 的主管機關 實務面上無論是考試的任用的程序 借調的條件 薪資或績效制度等等其實都有非常讓人家覺得應該要改善的部分 甚至是最基本的言論自由都還需要做調整和改善 公務人員服務法的第四條就像是一個緊箍咒 嚴重的限制了公務人員能反映公務界真實現狀的空間 去年甚至有國小的主任人事主任 周末用公民的身份去參加公民論壇發表意見 就被局長要求寫報告寄生界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樣更現縮了我們看到公務人員 制度裡面的問題的可能性 我們也很希望在這些的考試委員 能夠多著力於公務人員制度面的改革 否則在離職的基層人員的比例當中 年輕人的比例蠻高的 我覺得這對整體國家的發展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也因為有許多政策改革必須要推進 這也就是為什麼時代力量雖然主張廢除考間 但仍然以最嚴格的態度來尋答來審視 這些考試院院長及個考試委員的原因 因為行使同一權是憲法賦予立法院的權利 而立法委員就應該要有這樣的責任來嚴格的把關 所以我們早在6月11號的時候 時代力量黨團就寄給各提名人相關的問卷 我們希望對於這個考試院的職責是否有共同的了解 是否有他們明確應該要執行的任務 都能夠有清楚的方向 但是截至為止我們目前都沒有拿到任何一份問卷的回收 那我想這或許是考試院以及考試委員 被提名人都非常的嚴正以待 希望能夠盡可能的完整來作答 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希望能夠在今天下午能夠收到這樣的問卷 以在明天開始的這個審查會 審查會當中都能夠來做更進一步的討論以及確認 那這份問卷我們想要提出來的就是 這份問卷裡面已經包含了很多跟考試院的權責 以及任務相關的 包括考試制度 酒家者人會被列考機甲等等的問題 包括公務人員大量聘雇承染人員的問題 我想這些都是社會的關心以及人民的期待 這些也都是考試院必須去面對扛起的責任 和權利和義務 所以我們很期待我們能夠盡早的收到這份問卷 以做詳細的討論以及審視 作為我們未來評估是否能夠進行同意權的評估方式之一的基準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今天雖然開了這個公聽會 但是考試委員沒有到場能夠來做進一步的討論的情況下 我們非常的覺得需要有更多的資料才有辦法來對考試人員 是否適任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很期待能夠收到這份問卷的回覆 以上是時代力量的意見謝謝 謝謝王委員 接著請賴香檸賴賴委員 好副院長各位立院的同仁還有今天在座的專家學者 我是民眾黨的代表 那這一次針對考試委員的提名審查公聽會 我想我們很遺憾我們今天並沒有看到真的有 提名委員到現場來聆聽那麼樣慎重以及專業的專家學者的意見 那剛剛聽的幾位專家學者其實也有支持繼續有考試院 考試委員相關制度存在的地場跟論述 那也有部分呢是比較著重在如果用三權分立的概念 確實我們在國家的這個憲政機關裡面 考監的職權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調整 所以修憲這件事情呢也提上了檯面 那我想我延續剛剛王委員提到 就是這個時候來談廢考監的修憲提案 我們小黨是不是能夠在這樣的修憲議題上發揮主導性 我想大家都曉得是非常困難 但是我們願意拋出來就這樣的一個憲政體制改革 今天很多的委員專家也在現場 我們台灣歷經從解嚴後的一個憲政工程的改革 其實非常的困難 動輒有意識形態的對立 也有一些在架構上面不願意放棄過去舊的思維 那從第10屆的委員立議院執行這個腳步開始 我們的游院長也宣稱在18歲公民權 他能夠在立議院這個會期或這個任內 他有信心能夠組成修憲委員會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趕配游院長還有這個財富院長 他們願意傾聽小黨的意見 接續在2月到5月中間就有考監委員提名的問題 那520之後蔡總統也很清楚的宣示他一定會提名 那當然在監委的部分爭議比較多 考委的部分看起來聲音比較小 暗淡許多 為何就是在今年1月或是去年就已經針對考委的人數下降 考委的任期縮短 考委的職權幾乎盡無所用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前提我相信今天被提名的考委 心裡面也在盤算 他是末代的考委 他要為國家的國政改革裡面的國家人力資源 付出多少心力 他要為考試相關的機制修法提出多少的案件 他要在擔任考委的任內做什麼樣的一個性格 我相信他們內心也非常的猶豫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前提 我想我們就讓他們不需要這樣的 這個難以承擔末代考委的責任 所以在日前我們有提出 能夠把考監人事權退回的一個主張 當然這個在剛剛黃定律師的說法 還有憲法4至632號等等我們也理解 所以我想作為小黨很清楚 我們對於考委或監委個人上面的爭辯了解 也許不是那麼完全透徹 但我們提出的批評也不會是無敵方式 前提在於我們看看國家這十幾二十年的民主化裡面 考試院跟監察院到底做了什麼 讓國人認為這兩個機關值得國人 繼續讓他們存在下去 不論是在講過去監察院是不是無牙的老虎 其實不需要我在這邊多說 非常多被調查的機關 非常多事件的調查 其實根本就是有起頭沒有結尾 有調查沒有效率 這樣的一個監察院本身都被國人認為 他們大概就只是作為仇用的位置 這個我不特別去針對個人 但是考試院我覺得真的是讓大家 非常非常的無以接受 考試委員的存在到底在職權上 在憲法上賦予他的責任是什麼 有多少考試委員會有監察的記錄 過去不是沒有過 段一康委員經常在電視上諮詢我們也都看過 所以考委自己本身在一個專業度上面就不被認可 更不要講今天提到的 有三項考委的這個這個任用裡面 獨漏第二項也就是大家各位講的 長期在文官裡面的專業者不被國家認為他具有考試委員的資格 所以這一次連蔡總統也都沒有提名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我想文官更不一定喜歡考試院 從我的角度從過去我們常常在行政機關 會有兩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機制 就是人事行政總處的約定跟法規 以及考試院這邊要求的訓練 這兩者之間到底從一個國人想要 在參加國考成為公務員的時候 他們到底如何理解考試院這個機關 到底只有考試點試然後呢 退休的時候就是他們的退府 他們的相關的期間的保訓跟考基 就這幾點之外考試院到底還做了什麼 我就先就叫我們在接下來要做審核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問黃龍村這個準院長 公務員的淘汰機制到底要怎麼進行 考基 連連烤椅烤餅烤丁 何時會有真正落實的淘汰機制 這個事情談了多久 考試院自己的研究 十年出一本 有真的擔任起這樣的國家人力資源發展裡面 重要的篩檢的角色嗎 考試院不做 人事行政總處更是相怨 所以誰來為優質的文官 誰來為他們晉升的發展性培育 真正用心 其實我們覺得非常的痛心 所以不是講三權而已 連考試院即使存在這麼久的機制 他並沒有建立國人對考試院考試委員的敬重 所以此時退回也好 此時能夠從廢除考試院的這個角度 讓國人重新討論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正向的事情 那最後我想要回歸就是這一次 我們小黨在提出修憲的這個版本裡面 我們也沒有說要讓考試相關的制度不見 也沒有要讓這個保訓考據等等的問題 的問題無解 所以我們在這個 6月29號提出民眾黨版自己的修憲的條文 我們在第三條裡面的第六項 我們就把考試院相關原來的這個職責 掌管的內容包括考試公務員的這個全序 保障退府 還有最後有關專技人員的考試等等 我們把它奴列在徵修條文第三條的第六項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配置能夠讓人事行政總處也開始面對 你作為一個行政院裡面最大的公務員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督導機制 尚未機關 其實你應該自己要開始面對 在國家整體的這個文官體制的建制 文官優秀人才的拔鎖 文官優秀人才的培育 其實如果是視權統一的話 在這個考試或者是相關的退府 其實是要相關聯動的 而不是切割成片稅式的 這個由考試院長管 那個又由行政這個總處來處理 我想這是第一個我們在修憲部分 提出來的相關的版本 那也很期待這一次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特別是我們的李俊毅副秘書長 他在6月27號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他也很清楚講 總統也已經開始要針對費考監 成立跨的這個相關局處 包括跟立法院這邊的政策會相關的 執政黨的同志呢 能夠開始啟動平台 就顯見我想大家對於這種考試院或監察院 過去存在的一些詬病 或者是存在的一些 無法讓國人尊重的這樣的一個高階的職務呢 其實可以走下神壇喔 能夠慢慢接地起 那如果說真的我們在修憲之後 完整的考試配套制度 公務人員的培訓保障制度 公務人員跟國家相關人力資源配套制度 真的完成總統認為的 要轉型為國家人力資源的重中之重的部會 那當然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啟動 我們小黨也會在其中提供我們的想法 也希望有一個接地氣的考試相關機關 讓國人讓年輕一代 願意參加國考 而不會是對於國考呢 考進來之後就終身保障 完全失去了他的動能 也不會因為勞動條件真的過於操勞 讓考進來的人三個月五個月 離開他原來心心要為國家服務的一個職質 所以真的整體環境其實非常的嚴峻 希望各位專家學者還有未來 最後一代的考委們能夠担負起 你真的不能只有來做滿做好 謝謝賴委員 接著請李貴民李委員 好主席 還有我們今天 與會的貴賓學者專家們 以及我們立法院的同仁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我來參加這個公聽會呢 其實心裡的感受呢 五味雜陳 五味雜陳 我們看到在今天的 對於考試人選還有這個廢考間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把它從一個很嚴肅的一個議題呢 把它搬到一個憲政體制一個政治的議題 我覺得考試院從我個人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覺得考試院其實它是有它的一個功能性存在的 即便考試院今天它的功能已經因為修法的關係 讓它的職能縮減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嚴格去看一下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還有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現今社會的實際上面運作的狀態來講 我必須要很坦白的講 考試院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考試院 讓國人的眼中認為它是一個多餘的機關 我覺得這個是在擔任考試院的委員 或者是整個考試院裡面都應該深思 然後也應該改進的地方 其實我相信這個考試委員如果他們在 成任考試委員或者是將任考試委員的這些的人選 他們如果看到我們國會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心理的感受一定比我還要深刻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如果今天真的看到這個全球的這個局勢上面來講 考試院需不需要一個獨立的機構 我個人會認為其實他需要的 雖然我們看到很多的學者專家也批評 不需要疊床駕屋 已經有行政單位的人士總處在了 所以考試院這一部分的人員呢 其實是可以縮減 可是我們真的扪心自問 在民主社會體制之下 其實每一個國家它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最重要的是文官體制 因為有這些文官體制呢 它就像房子的一個基本的架構一樣 因為有他們在 所以始終這個房子它是一個兼顧 這個國家它的體制是兼顧的 所以你看到歐美的國家的時候 他在提到它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政黨會輪替 可是事務官文官體制 它必須要不受政黨輪替的影響 它要能夠持續的運作 那這個文官體制呢 它所要仰賴的部分呢 以我們現在目前的憲法體制上面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考試院 可是在過往呢 我們有發現 考試院發揮這樣的功能 從以往到目前為止 也許有 可是在媒體上面來講 我們完全看不到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國人都認為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虚位的一個機關在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想 今天的問題存在哪裡 如果你有一個很健全的一個文官體制 不管你的政黨如何的輪替 社會的運作 政府的運作仍然持續進行 那麼這個國家的前途 應該是無限的 因為政黨應該是只有決定 國家的政策 還有它的優先順位而已 其他的事情 應該是由文官體制來說 我們今天看到 因為考試院的 是不是績效不張我不曉得 但是從外界來講 它的外觀上面來講 好像考試院沒有任何的功能 可是我們真的去 就每一個事情來看的時候 它是有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你的文官體制建立的妥當 公務人員 他的任用 他的考試 他的任用 以至於將來他的考基 他的權序 甚至於在他退休之後 他的退府 這些的一系列的制度 如果建立得當 而且執行得當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管政黨如何的輪替 我們這個國家 它還是能夠繼續的一個運行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的情形 因為政黨輪替的關係 因為文官體制不髒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有很多 事實上是不符合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的人 他依然可以在文官體制之下 他能夠運作 這個從公平性上面來講 第一個從公平性上面來講 它已經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如果我們今天要任憑 沒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 他可以跟同樣 辛苦考上公務員資格的人 一起都是擔任同樣的職務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 不應該是考試院的廢除 我覺得應該是整個考試的體系呢 都可以廢除 因為既然你已經沒有體制了 那就不需要 有一部分人 他是必須要按照體制走 另外一部分人 他可以在體制外面 這是我講的第一件事情 考試制度 我們的文官體制 如果文官都是用考試進來的 如果大家覺得考試的制度不妥當 那麼就是應該去檢討這個考試的題目 考試的內容 而不是去說直接把它廢掉 那如果說有一部分的約聘人員 他是可以直接進到文官體制 那我也會認為說 那就乾脆全部大家都用約聘 但是這樣對台灣來講 對台灣的發展來講 是不是對的 我個人存疑 所以我畫了一個大問號 我們講完了考試 考選任用之後 我們必須要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公務人員 當他花了他一輩子的心思 在公務體制之下 把他的全部的一個 不管他的專業知識也好 或者他的人生也好 貢獻給國家之後 理論上面來講 其實實務上面也是一樣 我們應該要好好照顧 這一批為了我們台灣的前途發展的人 可是我們今天從今天看起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時機 並沒有 我們看到了我們給公務人員的承諾 我們可以在事後反悔 我們可以去推翻當初給公務人員的承諾 我們可以不管大法官解釋裡面的 信賴保護原則 我們隨時要剝奪 對公務人員的承諾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承諾呢 就把它剝奪掉了 年金改革令人痛心 令很多他的畢生 對台灣社會付出的公務人員 他感到寒心 這個我覺得 應該也是我們考試院 原來該做的一項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考試院 只有心裡想到說 是末代的考試院 我覺得有這樣的概念的時候呢 事實上就很難發揮它的功能 我們今天在看到 對於退府的部分來講 我們的退府基金的成效好不好 非常非常不好 這個事物是不是也是我們考試院 應該執掌的一個事物 從憲法徵修條文上面 從憲法上面來看 我們都知道它是 那為什麼在過去我們提到考試院的時候 我們考試院的考試委員 沒有把這一部分的執掌 把它處理好 是因為有什麼樣的障礙 那這個障礙考試院有沒有跟相關的單位 做彼此之間的溝通 我們看到了考試院跟人事總處之間的 行政院單位體制之下的 不同的一個立場 跟不同的一個意見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除了不同的意見之外 我們今天能夠提出 確實什麼樣的解法 那今天呢非常不容易 我們有這個我們這部分的學者專家呢 能夠與會來給我們委員 在決定這個人選之前的一些的一個意見的參考 但是在給這個對於人選的意見參考之前呢 我也要拜託待會在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知道學者專家會統一回覆 對於這個審查委員還有本院委員的這個意見 我也特別拜託我們的今天學者專家 能夠針對本席在剛才所提出來的意見呢 也一併的一個考量作答 那回到我要提到的問題呢就是 我剛剛前面提到 如果我們今天考試院要發揮它的功能的時候 那麼考試委員他各自的執掌很重要 但我必須要很坦白的講 就是說當我在看到這個名單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考試委員的名單呢 跟我們剛才講 考試院不管它是末代也好不是末代 只要你在的一天 你就應該禁止把這個工作做好 但是我們看到憲法徵修條文裡面的這個 對於考試院的這些的執掌的部分 我剛才前面特別提到 其實很多的退休人員的期待 是這個退府的基金的部分的運作 我們在人選裡面 我們也沒有看到有在這一方面的專才 來的人員出來 那另外呢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些的人選裡面呢 待會也請學者專家表示意見一下 不管是院長也好 副院長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委員也好 我們看到學術界的人 佔了一個絕大的比例 那這些的人 怎麼樣子能夠把它適當的 在我們憲法徵修條文裡面講 考試院執掌的部分 能夠做一個妥善的一個安排 也拜託學者專家給我們一些指導 以上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著請湯慧珍湯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參與我們公聽會的各位專家學者 以及與會的各位先進 大家好 雖然廢除考試院 監察院是民進黨的長期主張 因為本席在二十多年前 就是第三屆的國大代表任期內 我們也一直在討論 究竟三權還是五權 比較優 那麼考試委員 他的存費是不是 還需要趕快做一個定論 那去年修法以後 考試委員人數已經減少到 總共 原院長副院長總共十一位 那麼任期也縮短了 那麼因為這一次提名的這些委員 兼具學術的涵養 那政府工作的事務經驗也非常豐富 那麼跨際合作也具有國際觀 那希望這幾位被提名人 都能夠發揮專業的能力 努力帶領考試院來推動這個業務 那因為我們在黃倫村先生他的自傳中 有提到察覺到退府基金的嚴重虧損問題 因為本期今年元月也剛剛公務人員退休 那最後退休也是以政務官的身份退休 所以在整個公務體系裡面 那心中是很有感觸 那也非常關心這個退府基金 這個因為這個退府基金在年金改革之後 這個退府基金的經理跟有效經營 是公教退休人員的基本福利所係 那當然我們看到今年這個 因為疫情的衝擊 而讓這個金融市場 這個有萎縮 退府基金首計也是虧損 於613億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在考試院裡 能夠盡速的檢討 經過股市操作 尤其在基金成立後 經過股市操作的盈虧的統計 究竟進入股市 會不會讓我們的基金 一直會有所減損 那因為我們這 考試委員裡面 有幾位像吳欣欣委員長 楊雅惠教授 何怡辰教授 幾位都有財經的背景 希望由這幾位考試委員 能夠好好地檢討 因為現在的退府基金呢 是共同提搏制 那不管基金的監理 或基金的管理 希望都能夠在 考試委員的監督之下 能夠讓他們能夠 順利的正常運作 能夠反虧為盈 那另外在 考試院因為下設 考選部 全序部 保訓會三個部會 那我們的副院長 被提名人呢 他還有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的這個資歷 所以經驗非常豐富 未來希望他能夠繼續深化改革 讓考試院的業務可以持續的推動 因為在我們公務體系裡面 我們有所謂的聘用人員 還有這個聘雇人 那我想這個副院長 被提名人也曾經在這些 制度上 建立的制度 有適當的適用的法律 其實有很多我們地方政府二級機關 那值等的檢討 比如說像我們每個鄉鎮市 或者我們每個區都有護鎮機關 或者各縣市政府都有殯葬的機關 他們也發現有許多不合理的 這個職務值等的編列 那雖然他們是屬於公務基層人員 也很希望我們的考試院能夠好好的檢視 重視他們這個有沒有需要調整 來鼓勵我們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 剛才還有提到這個考試制度 因為本身是讀法律 也參加過司法官考試 那針對這個司法改革呢 現在我們看到考試 考試制度呢 牽涉到司法人員的考試 目前究竟要以參選制還是陪審制 現在還是論辯不已 那其實在我們剛一開始考試的時候 我們正本清源呢 我們認為這個司法官考試的檢討 那尤其司法官考試 考了很多學科 我們一開始還要考國文 那當然就說你的論述的能力是否足夠 那能夠考上這個學科考試的 幾乎這個 學科上已經達到水準之上了 但是在我們提到通達勢力 人情就是所謂的接地氣 學養要均家的這種要求下 怎麼樣去參採世界 審判公信力比較好的國家 他們是怎麼樣產生得能俱佳的法官人選 我們可以作為借鏡 當然有些國家他們會 讓這個有職業多年的律師 才有資格去申請 看能不能檢核 作為法官的一個資格 也希望說設計 考前學經歷條件 怎麼樣做要求 或者考上以後呢 能夠安排不同領域的實習 我們希望這個 因為這個司法官 就是包含法官跟檢察官 其實一起考試 一起訓練 然後各自分發他自己 能夠升任的工作 讓他們知道司法官檢察官 他們的工作性質是不同的 能夠各自在各自的領域 能夠公正公平的審判 我相信我們現在希望司法制度 能夠等於說讓大家看到它的公正性 不會有恐龍法官的發聲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養成教育 跟考試生成的一個很重要制度的產生 希望我們考試委員能夠琢磨在這裡 以上是我們這邊的說明 謝謝唐委員 接著請吳怡丁委員 吳委員請 謝謝主席 各位學者專家 還有各位立院的同仁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興能夠在這裡參與 考試院第十二屆院長副院長 以及考試委員人事同一權的審議 審查的空丁委 那也謝謝剛剛許多專家學者的指教 我這邊有一些我自己的潛見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都知道科舉制度 是我們中國傳統的選柴的方式 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把考試權獨立在行政、立法、施法之外 造成我們的五權分立 而跟西方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不一樣 可是隨著時空的變遷 我們現在有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局 現在是改名叫做行政院的人事行政總處 那考試院的存費爭議就一直存在了 也因為這樣子每一次立法院 在審議考試院的人事同一案的時候 其實很尷尬的說 提名人都要面臨 考試院到底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這個問題 社會大眾也是很關注這個問題 尤其是民進黨 不要說之前 一直以來都是主張廢除考間 成為三權分立的體制 然而執政之後卻對於考間的人選 是提好、提滿 讓我們覺得到底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蔡英文女士、蔡英文總統 在2014年 當時候是擔任民進黨主席 現在也是民進黨主席 那時候也針對了廢除考間的人事進行討論 當時候民進黨認為 監察院及考試院的編制太過龐大 不少業務都跟其他機關重疊 應該併入其他機關 2016年,蔡英文總統的競選 他仍然是把廢除考間 列為政見之一 那時候蔡英文女士就表示 為了落實民進黨主張的國會改革 就要修憲 這是2016年 而且要廢除監察院 落實單一國會 並且民進黨有許許多多的委員 也多次的主張 廢除考間兩院是他們的目標 可是很遺憾的 民進黨執政已經是第二屆了 4加1現在已經第五年了 民進黨喊著要廢考間 可是現在呢 卻是以政治分章為前提 來提滿我們的考間的名單 怎麼說政治分章呢 我們都知道 舉個例子好了 考試院 大家知道有考選部 全序部保訓會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被提名的委員裡面 有哪些是這樣子的背景 我知道他們是各個專業的 其他專業的背景 但是就像之前剛剛有位專家學者所提到的 這麼多背景 你沒有辦法cover所有的專業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力資源管理背景的 專業的委員 再來我們考選 我們的公務人員最大的量 是警銷人員 三分之一的名額是警銷人員 為什麼沒有半個委員 是警銷背景的 所以我認為 這樣子一個名單 當然每一位委員 有他的專業 但是適不適合在考試院 這是我們大家要想想的 如果 考試院的獨立 我覺得有他的重要性 但是考試院的獨立 要好好行事 他所該做的事情 如果說 他既不獨立 也不做好 他本來應該做的事情 那當然會引起社會大眾的觀感覺得 到底有沒有獨立的必要 到底有沒有花費我們國家 這麼多經費的必要 我們這次提出來 是提醒民進黨 一直以來你們喊著廢考間 為什麼 第二任了 在執政就算了 意願也是多數 為什麼 還是提好提滿 謝謝 謝謝 吳委員 洪森漢委員 羅美玲委員 吳立法委員 均以書面提出 列入紀錄 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均以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最後一個程序 請學者專家 針對剛才各位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提出綜合答覆 那每位 學者專家的時間是三分鐘 請各位學者專家掌握時間 我們第一位先請陳存斌教授發言 是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個人就 簡短的做一點個人淺見 基本上我不是反對廢除 我今天在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 把所有的焦點放在說 到底是三權還是五權 我覺得一個制度 如果它運作還不錯 那我覺得就應該 有它繼續存在的必要 像美國總統制 現在其實鬧了很多的笑話 所以我一直覺得 各位應該把焦點 放在我們今天所存在的問題 有的人說這個人數把它刪減 把它廢掉 可以省很多錢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你這個機關廢掉以後 你不是還要另外再成立一個機關 來履行這樣的一個功能嗎 那如果這些考試委員 他的專業性資格不夠 那不是代表你提名的人有問題 審查的人有問題嗎 那將來如果你把它廢掉 放在行政院 變成一個考試委員會 你還是必須要有一個機關 去履行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事實上我要提醒各位說 未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 行政機關 它是不是用人不當的問題 那事實上我們了解 長期以來政府的人事制度 經常被批評是 人事升遷的僵化 缺乏對績效不髒 或失職者的一種淘汰機制 其實剛剛委員已經有提 這個才是我們認為 未來考試機關應該 focus的地方 那麼公務體系 目前要引進業界 或者新進優秀人才 在現行的這種退伏制度 對於公務員 越來越不友善的環境之下 未來新進的考試委員 是否應該參考一下 先進的國家的做法 如何能夠引進更多的 有誘因的制度 來增補這些優秀的人才 進入到我們的公務體系 這個才是我覺得我們 未來應該要focus的地方 那最後呢就是 有關政務官的任用資格 可能也是未來考試委員 應該要思考了 很多的政務官 基本上他的資格不符合 而被用黑官抹白的方式 進入到文官體系 這個可能是我要提醒各位委員 還有未來考試委員 應該要思考的問題 這個才是未來我們應該要 真正聚焦的 而不是應該聚焦在 所謂三權或者五權 以上個人前見 謝謝 謝謝陳教授 接著請姚孟昌姚教授 修憲提案權 以及人事的同意權 都是立法院的權限 兩者在行使的時候 應該分別來思考 分別來看 所以根據大法官會寫 是632號 大法官已經提到 提好提滿 這是總統的職責 而立法院的責任就是 嚴格審查 並且審慎的行使 同意權 所以我也提醒 我們在座的立法委員們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被提名人的確不合適 那其實就很簡單 就不要行使同意權 就是這樣子進行 那有關考試的獨立 應該要維持 因為跟公平跟專業的 程度的維持呢 有密切關聯 文官體系應該保持中立 應該更加的精進 合乎行政效能 這也是我們在設計這個制度 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 所以呢回到 到底要不要被 考間 這是一個憲政問題 但是如何讓考試院 能夠適當的去 反映到他的職責需要 並且能夠做好他的工作 這是我們在這邊在行使 同意權的時候最應該去思考 所以譬如說考試院 最重要的責任是行使考試 而根據大法官 根據憲法第86條 公務人員的任用需要考試 專技人員的任用需要考試 可是我們長期以來發現 考用不一 還有我們考出來的 這個人選呢 是否能夠 具備有足夠的能力 來因應啊 他未來擔任這個工作 可能30年 40年的相關挑戰 這都是過去呢 不斷的被思考 不斷的被討論 所以呢 舉個例子好了 以專技人員考試來講 比如說律師或會計師 我個人就不同意說呢 考試院考出來的人選 的確能夠符合市場需要 具備有國際的競爭力 所以這個部分呢 應該啊 要重新以現代的觀念去思考 那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怎麼讓啊 考試權或我們講到 人事行政權受到國會監督 這是我最最考量 那以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只能夠透過 人事同意權的行使來進行監督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去達到啊 促成啊這個人事行政的精進啊 以及效能的目的啊 那最後我還是要提醒啊 雖然我們一直提到就是說 這一屆的考試委員的可能是啊 末代的考委 可是我認為不管 考試院要不要走入歷史 每一個被提名人都應該把自己當作是末代考委 來看待 以後這四年他有什麼樣的報復 他應該一次的展現 這也是我們委員呢 應該去詢問他們的地方 以上 謝謝姚教授 接著請許玉秀 許教授 主席各位先進 還有委員 我想剛剛提到有關的就是 湯委員提到這個考選的制度 那麼我們這一個構想 當然是相較於過去 不是只限於什麼檢察官法官 是要律師檢察官法官 甚至學者 也就是想從事學術研究在學校教書的人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起點 而不像我們現在 是完全分圖的 那麼一個共同的起點 讓家大都具有一個共同的資格 然後在那個之後 有各種不同的管道去發展 他進一步的專業的時候 在因應那些管道所設計的特別考核 去培養人才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的 而且有利於內部流通的一種制度 尤其是我們有一些法制人員 在目前的制度之下 他們考試就跟整個 法官檢察官律師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也不應該一定是如此的 如果我們這個制度是統一的話 那麼這些人他將來 需要去當法制人的時候 他就因應機關的需求 比方說他在行政訴訟方面 比方說他可能就 特別需要去做研究 而這些人其實他們就是國家的律師 如果他們代表機關去打官司 他們就等於是可以代替國家去進行訴訟行為 要這樣去訓練人才才是一個比較寬廣的一個態度 最主要是這樣 另外呢或許我也補充一下這個632 既然大家都提632 做632解釋的人好像坐在這裡 不講兩句話也不行 當初最重要是這樣 因為憲法權力機關有五個權力機關 他應該要每一個都聚在 才能夠運轉我們的憲法 不是這樣嗎 那如果有一個機關是不存在 那等於是憲法跛腳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違反憲法的意志的 那麼那號解釋我也做了一個 我有寫了一個意見書 我這算不算爆料 事後汪院長還特別打電話給我 感謝我寫那一份意見書 說他如果不趕快講他會忘記 那我很歡迎各位去看那號意見書 就能夠了解為什麼大搞工會做成那號解釋 那個申請放了很久 那當然我們在過程也不是沒有爭議 但是最後呢我們也很圓滿地達成了任務 那謝謝大家很尊重大法官的解釋 謝謝 謝謝 謝謝許教授 接著請黃台生黃教授 回應這個國民黨的李貴明委員 以及民進黨的湯慧珍委員的 這個年金改革的一個期許 我本人也是中東部年金改革委員 為了委員 年金改革最大的貢獻 是什麼呢 下面四點 第一個 完成了假改革爭鬥爭 第二個呢 法官跟勞工的年金不改革 第三個呢 文官不如武官 大家知道 檢任的第14指等的常務次長 僅比相同年資的上校多了四千塊 這叫年金改革 第四個 護航的年金改革委員 其中有人高升 副院長 有人當了下一次的監察委員 這是年金改革最大的貢獻 期許考試院 不要忘了 年金改革的管理跟監理 這本來就不是你的權責 大院應該要好好想一想 當初在84年6月1號 要成立這個 管理委員會的時候 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時候 應該是在財政部 當初是因為財政部的部長郭婉榮反對 所以才納到前序部 由前序部部長當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然後監理委員會放到 考試院 由副院長來監 這些搞人士的搞公務員的 都不是管財政的 竟然來管理 退休基金的管理跟監理 這是一個千大的大笑話 請大院要好好針對這個 否則的話 年金還是會破產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今天我們要啟起 第13屆的考試院 院長副院長跟9個人 11個人 再加上3個部長 14個人 千萬不要再做 一笑大方的事 因為很多都不是專家 從過去50年來 你好好看 我在行政院 考試院 立法院我都帶過 但是各位 你們想過 看起來考試委員 德高望重 但是常常在宴會裡面 都講的 比小節程度還不如的 人事改革的見言 讓人家笑得要死 所以我啟起 13屆的考試院 千萬不要再發生這種事 否則的話 你真是千古大罪人 謝謝 謝謝 謝謝黃教授 接著請 劉兆龍 劉教授 非常感謝 剛剛有委員 肯定我的一個觀點 首先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 隨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 其實這是蔡總統所提的 那我個人也覺得說 未來來講 在這些考試委員 在行使同意權 跟大院在 在徵詢他們一個資格的時候 我覺得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 來切入是一個好的角度 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 所謂人力資源管理來講的話 的角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一個好的考試制度的一個建構 可以降低的是訓練成本 跟任用的一個成本 所以說 目前來講 很多的考試制度的心格 其實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是可以看到很多問題的 那最後一點來講的話 我要說明的就是說 其實即便這是 最後一任的考試委員 但是我相信 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我們也是對於 這一任的考委會有非常多的期許 以上是我簡短的補充 謝謝 謝謝劉教授 接著請周中獻 周教授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謝謝 有再次歡迎的機會 我簡單的補充兩點 第一點 我想實施政黨政治的民主國家 政黨跟政府應該要嚴格區分 我雖然是民進黨 黨團推薦的學者專家 但是我沒有必要幫民進黨辯護 但是我就是論事 就是民進黨 雖然主張廢考試院 但是目前因為我們 國家尚未修憲廢考院 因此總統 蔡英文總統 依照憲法法律的規定 提名考試院的政務院長跟考委 來交付立法院審查 這我想應該是 這個總統他履行他憲法上 所可以的義務 我想這個應該是 跟民進黨主張會考院 這應該是沒有違背的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在這個 這個還沒有修憲會考試院之前 那個政府 不管他是國民黨政法 民進黨政府都必須要 依法來依憲法依法律來行政 那另外一點就是 或許跟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提出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想基於國民主權 所有的國家機關 他的權力 都是來自於國民 那必須具備有民主的基礎 並且要受到民主的控制 那我們都知道 憲法是國家民主化的一個 具體化的產物 那考試院作為憲法 所明定的憲法機關 他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礎 但是我認為這樣還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今天 再來審查這個議題 再討論這個議題 就是說我們的考試院的政府院長 跟考試委員 必須要經過民選的總統 跟立法委員 提名跟同一的程序 這個相當程度更強化了 考試院所必須具備的民主基礎 但是我要提出一點 供大家思考就是說 我們今天大家都在思考 怎麼樣去選任 一個試任的考試院的政府院長 或考試委員 但是我們似乎也 都沒有討論到一個 或許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說 當考試院的政府院長 或考試委員他出任之後 他如果不試任的時候 該如何汰除 這個我們知道 權力跟責任都是相對的 比如說行政院長 他比較附贈責任 立法委員可以對他 提出不信任的議決 立法委員有所謂的罷免的問題 但是我們國家的 這個獨立行使之選機關 包括監察院 包括考試院 包括大法官 那他的民主控制機制是什麼 我想或許 這個在學界這部分 可以多加琢磨 然後在立法院法制面部分 或許可以去思考 我們今天台灣的現行的法制 有沒有辦法幫人民 幫國家主權者人民 去汰除所謂的不試任的這些 不管是考委還是大法官還是檢委 以上 謝謝周教授 接著請貴宏成貴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 在座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不好意思 剛剛我有那個 我們范園委員的一個指教 我個人禁表接受 因為我在最後時間 很短促的時間 我指控了一位被提名的委員 他是不服法定資格 那我後面也沒有時間 再跟大家詳述 當然我這樣講的是 蠻不負責的 我想說我還在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委員 總共只有用兩款資格 法定資格 一個是大學教授以上 大學教授十年以上 而有專門著作 請注意這個法律名詞 這是一款 那另外其他的就是用 其他就是用 學識豐富 有特殊著作或發明 既然特殊著作跟 而有專門著作 這是兩個法律名詞 表示這兩者 不是必然相等 我們如果看資文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凡是由特殊著作提名的人 在他的下面的說明裡面 最後都會寫 而有專門著作 顯然這份資文 就不符合法律的寫法 因為法律條文是說 特殊著作 而不是專門著作 專門著作的 是適用大學教授 十年以上的那個條款 這是我的認知 或許我錯了 好OK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何教授有十六篇中文 三篇的英文期刊都很好 但是它其中有TSCI十篇 SSCI有一篇 我相信對范雲教授而言的話 這些學術研究成果 可能還不如你 或許我不知道 我不是這個領域的 不過呢 在同樣一批資料裡面 我們發現有一位作者 共通作者 叫做郭正雄郭教授 他很特殊 他所有這篇文章裡面 他參與共同作者十七篇 而且啊 而且他列明了 哈哈哈哈 而且 郭教授列明第一作者 有九篇 通訊作者有七篇 這個學術研究 對這些文章 對這些論文的學術貢獻來說 是郭正雄教授 超越了何教授 我從這些特殊著作 所以我發現 所謂特殊著作 是不是特殊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今天這個是 何教授個人的特殊著作的話 那顯然 郭教授更特殊 更具有考試委員的資格 但是被提名者是何教授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何教授絕對不是 因為這個原因被提名的 那另外我跟那個 對黃蓉村部長那邊有點不禮貌 我的意思是說 他有講 他製作裡面講的那些經歷 那我覺得 如果他去監察院的院長 更適合 我不表示說 我不認為他是 不是考試院長 抱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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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特別現在是修憲時刻 他用的修憲時刻的名詞 那他也提到說 過去都國民黨 正在反對的立場 那現在要好好珍惜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我也認為說 這確實可能要真的好好珍惜 但是後面 同樣國民黨的 李貴明委員的說法 就讓我覺得很質疑是 這是不是同一個黨 也就是說 李貴明委員在講說 不是廢掉啊 考試院有其功能啊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政黨 國民黨他對於廢除考間 回歸三權分立 是不是有內部的共識 這個部分我就開始 比較有些質疑 另外一個是要回應說 剛剛李貴明委員也特別提到 他說因為希望可以回應他 是信賴保護的問題 年進改革有信賴保護的問題 他去引用說大法官解釋 可顯然他沒有update 他的大法官解釋的 新的這個781 782跟783號 他可以回去看一看 確實信賴值的保護 但是目前的年改方向 並沒有逾越比例原則 換句話說大法官 在年金改革上面 認為是合限的 所以在這個 李貴明委員特別提到的 信賴保護的問題 其實應該要update一下 他的大法官解釋到 781 782跟783號 最後是有關於 吳怡丁委員提到的說 執政黨長期主張 要廢考間 回歸三權分立 現在卻提好提滿 這個就是典型的 需要再把 法治的這個基礎 公設做好的 一個現象 是說 632號解釋 為什麼那麼多學者引用 是因為 現行的憲法 它就是五權憲法 現行的憲法 總統就有提名的義務 這不是說他的權利而已 他還是義務 那換句話說 如果他要求總統不提名 不提好 不提滿 那就是一個違憲的要求 所以應該要把它釐清 國民黨如果真的要主張是廢考間 這個修憲的方向 我是支持的 我認為在野黨提出 這樣修憲的草案是負責的 但是如果把兩個事情拿來做掛鉤 認為說 阿你就主張要廢考間 所以現在不應該提名 這個是曲解的 4-632號解釋 這個部分顯然是在 法治的功課上面 沒有做好的 所以對於國民黨 剛剛林維州委員 總召認為的方向 我認為正確 但是兩個黨籍的立委 包括吳怡丁 包括李瑞銘提的這些內容 我覺得感到非常的質疑 因為他是最大的一個在野黨 那最後我也要對 許玉秀大法官 當時的協同意見書 表達敬意 因為我們也敗賭了 謝謝 謝謝黃律師 接著請廖國祥廖律師 各位好 我簡單補充 首先第一點是說 廢除考試院 廢除考試院 不代表廢除考試制度 更不會造成人事制度 或文官制度的崩壞 重點在於說 制度上要如何的去安排 那事實上問題就出在於說 現行的制度 確實有諸多問題 那考試院的成效不糟 那才會有所謂 廢除考試院的聲音 那在我看來呢 考試院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哪裡 我們知道考試院執掌了 他是人事行政權的一環 他掌管部分人事行政事項 包括所謂的考試 全序事項等等的 那我們可以發現 他都是主動的行政任務 主動的行政任務 其實在制度設計上 不可能交由一個委員制度的 合議制機關來行使 因此我們在考試院的組織法下 才會又設了所謂的 考選部全序部 或是保訓會等等的 那現在問題其實在出在於說 這些實際上執掌 主動的行政任務的行政機關 他的首長 他會跟考試院政府院長 以及委員共同召開考試院的院會 去決定他的決策要不要出考試院 那所形成的結果是 部長可能只有一個人 他要對抗十個考試委員 只要一個人不同意 他的決策都沒辦法出去 那造成的是說 實際上負責政策成敗的 表示考選部長好了 全序部長好了 他實際上負責政策的成敗 但是真正的政策 卻是由不需要負擔責任政治 不需要受立法院備詢的考試委員 去做實質的阻擋 實質的審查 這樣子是嚴重的違反 責任政治的要求了 剛剛徐玉秀大法官 就已經講到其中一個例子了 當初蔡聰貞前考選部長 曾經推動跟司法改革相關的考試改革 當初就被陳慈陽考試委員所擋下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也可以來懷疑說 像那樣子的陳慈陽考試委員 曾經做過這樣的舉動 他是否適合私人 這個其實是打給問號的 那最後我們要說 剛剛很多國民黨委員都提到說 目前的人事制度文官制度有諸多的弊病 那請問 請問 現在的考試院還存在啊 那剛剛講到諸多弊病 現在的考試院到底發揮了哪一些作用 哪些功能呢 如果沒有的話 不就證明說考試院不應該存在 或是他的存費是值得被探討的呢 好 以上是我的補充 謝謝 他提到我澄清一下 我沒有講那麼清楚 我沒有那樣講 到底怎麼回事要問蔡宗禎大法官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學者專家 綜合答覆的部分就進行到此 今天公聽會非常感謝各位學者專家 以及審查小組委員發表意見 各位在本次公聽會 針對考試院被提名人之資格審查 所發表的精闢見解 對於本院所有委員 在明後兩天所舉行的全院委員會 對於被提名人的資格進行審查 以及本週五 院會上午行使同意權的投票 都有極大的注意 本次會議的發言紀錄 將依相關規定分送全體委員做參考 並列入本院公報紀錄 成為國會的正式紀錄 再次謝謝大家 現在上會